因为还有一个观众有提到说 像之前几集有跟老师讨论到 就是现在有很多国家 就是不愿意再使用美元 甚至减低对美元的持有 尤其是跟中国大陆比较友好的 这些国家 它甚至跟像巴西这些 就是谈好说 我们用本币交易 那观众就说 那他很好奇 那用本币做交易的话 币值的兑换 它的基准是什么 是不是一样还是用美元 作为一个定锚的这个标准 然后他说 例如说像中国像巴西 买了10万里奥的货品 那人民币要用多少 来支付这个款项 或者是说要支付 多少人民币给巴西 目前价值兑换的标准 如果还是以美元做基准 那未来世界各国如果用本国币做交易的话 美元的流动性变差 国际市场对于美元的需求就会下降 所以美元就会贬值 那相对于就会影响到美国在国际货币之间 这个美元它定锚的标准 那到时候是不是会造成国际贸易的混乱 这个观众是问了一个非常高明的问题 其实现在发生这个本币交易最我们说规模最大的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之间它的这个本币交易用人民币跟罗布兑换 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用什么来结算 他们还是用黑市美元汇率来结算呢 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之间呢碰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人民币它有资本管制 不能自由汇兑 所以一个进口商 他向俄罗斯买了东西 他并不能够直接把人民币汇给这个对方 对方也是一样 所以他们现在呢 中间欠缺一个可以很方便很快速的进行货币交算的机制 这个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所以目前呢 存在一个就是过渡性的阶段 就是双方各自还是用美元来清算 所以上次金端会议他们就不断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准备建立一个新的机制 使得将来他们用本币交易的时候呢 透过这个机制就可以更顺利更快速的能够进行货币交换 目前这个机制还没有建立 但是我相信也许等到本币交易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他应该会建立起来 那至于说他会不会影响到美元呢 当然影响到美元 因为原来各国要交易的时候 他不需要做第二个选择 就是美元 现在假定呢 像中国大陆 像俄罗斯 越来越大的比例 是用本币交易的话 这个交易美元就退出了 尽管他是用它来计价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使用到美元 所以美元在这个地方的交易的金额就等于零 那如果将来更多的国家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进行交易 那这些国家的美元呢就都没有用无视地 所以美元它的使用的这个范围就不断缩小 可是呢到目前为止呢 没有国家可以取代美国的货币 因为只有美国他目前 他容许他的资本自由流动 自由汇兑 而且自由的浮动 其他国家不敢这样做 其实敢 可是呢 他在全世界的一般交易者的心目中 他的信心没有那么强大 As you know the U.S. has foreign adversaries particularly the CCP that seem intent on de-dollarization how seriously should the threat of de-dollarization be taken in your view? The statu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dollar as the world's reserve currency i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to us I think the reason we have that status is largely due to our great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fact that we have generally speaking had strong levels of price stability and I think that the dollar will remain the reserve currency as long as those things are in place 所以现在欧盟大概逐渐接近 这个角色了 可是欧盟到底还不是一个国家 所以美元在短期内呢 它还是国际储备货币 的主要的这个货币 它还是主要的交易媒介 还是主要的技嘉单位 这个是不会改变的 可是现在呢 中国大陆在尝试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呢 它在侵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域 就是石油 因为当初尼克森把美元跟黄金脱钩之后呢 它靠着石油以美元定价 用这个来为美元定毛 但是呢 今天呢 中国大陆已经开始跟少布迪阿拉伯在讨论 将来它的石油的购买 要用人民币 而不是用美元 所以如果 这些产业国家呢 逐渐都愿意 把一定比例的交易 用人民币来结算的话 那美元 过去石油美元 这个地毛价值呢 可能就慢慢就动摇了 所以美元的确呢 它的地位呢 是慢慢在往下降当中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可是短时间之内的 应该没有其他国家货币 可以取代它 所以可是未来石油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尤其是2035年开始 就是新的车不能再是燃油车 所以其实未来你跟石油挂钩也没有什么用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少布迪阿拉伯 它愿意用石油跟人民币交换 就不像过去的石油美元 那么受重视了 所以其实要改变 真的还是蛮困难的 可是这个改变已经开始了 正在进行当中 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这个力量 因为用本币交易的很多的好处显现了 而用美元的很多坏处也显现了 所以我相信呢 如果本币交易将来的交换机制 建立得非常好的话 我相信到时候呢 美元地位会大幅降低 所以可能纵使是例如说中国大陆跟很多的国家 他们成立一个新的结算的机制 可是就像这个观众说了 那我要拿多少钱跟你兑换多少钱 我还是要用于基准 我还是要用美元作为基准 所以这就是这个结算机制的重要任务 它必须要能够计算出来 就是每一天它的交易量 供给需求 然后均衡价格在哪里 因为这其实有一点难计算 因为我怎么知道我的币值 跟你的币值相对而言是多少 我不可能去 而且这其实背后牵涉了很多的因素 可能就是你的进出口的数 我的进出口数 然后我的货币价值在哪 这其实很难有个基准 他还是必须拿一个 就是世界主要的这个货币 问题就是今天美元又是如何决定它的价值呢 美元的背后是有很多的货币组成的 对那是 他是用那几个货币的加权平均值 来决定美元价值 但这个是不是一个最合理的市场的均衡价格呢 所以老师如果有个方式 例如说人民币它的均衡价格 它就一样例如说我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假设是百分之二十 我就把美元当百分之二十 我的欧元是多少也百分之二十 就像美元现在背后的那些组成一样 他如果要组成然后计算出一个基准 是的确是可以利用 但是有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呢 因为如果要舍弃美元这个做基准的话 然后例如说巴西币或者是俄罗斯的卢布 他也是用这样子 因为他们跟每个国家的贸易额不一样 比例也不一样 那说不定 对 就等于是我用其他国家的 它的均衡的汇率 来加全平均变成我的汇率 这当然也是一个替代的办法 就是美国是用这个方法 比如说为啥不可以用 或许他们自己也会研讨说 有一个方法出来 如果真的这样子的东西成型的时候 美元它就会被更弱化 对 我们可以好好想想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观众提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对